关于暖男,女人都是喜欢暖男,主要是其中的暖字给人带来惬意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暖男就要像黄蕾一样,不论工作,生活,上综艺节目,走到哪里他都能给带人温暖 孩子或者成人都愿意和他在一起,这就是暖男,带给他身边的人都是温暖 暖男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心应手,只要他在的地方不会有争吵,不会有矛盾,处处都是和谐一片 暖男通常都是有求必应的,但不会主动找上门,一定要你去向他求助,他才会伸出援手 暖男做事是严格按照要求去做的,不会像有些人,跳脱出要求,按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去做 暖男是个小型火炬,总是温暖着自己周围的一片区域,不分男的女的,只要是他火光能照到的范围内,他都会带去温暖 暖男是一种从外表到内心都是抢手获的生物,更是居家过日子的必备良品 他们的外在形象赏心悦目,依着得体,并且注重细节 他们总以微笑示人,且都是温暖的笑容,让人感觉放松,安心 他们带人接物注重细节,从小处着手,展现体贴入微,作为绅士举动 他们善于宽解他人的烦恼与伤心,用语言和倾听去温暖他人的心灵 走入心灵深处去追忆创伤,当然他们更懂女人心 当然,如黄磊般擅长厨艺的暖男,更是暖男中的极品,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欢迎暖男与假暖男,既然暖男是居家必备品,那女人们在寻找时一定要擦亮栓眼 正确识别真假暖男,不要选错了,爱无终身 假的暖男只会在追求你的那段时间,训练出自己的暖,一旦得手,原形毕露,到那时就追回莫及了 真的暖男不会在乎别人的眼神,只遵从自己的内心 他们不会做出随大流的暖,他们的暖是发自内心的,是有真实情感的,不虚假,不夸张,不做做,是真正的绅士风度 真正的暖男不会只暖自己的妈和其他女人,暖暖不到自己爱人的内心,而假的暖男则处处暖,主要暖自己的亲娘,其他人都只能往后排 真的暖男做不到一定说当,假的暖男是有口无心,只有嘴上功夫,却不见行动 真的暖男态度决定一切,处处言行合一,不做表面文章,只有积极的行动 真的暖男关注过程,只要付出了,努力了,即使经历了酸甜苦辣,即使体验了喜怒哀乐,即使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,也无怨无悔 假的暖男只注重结果,只会在一旁鼓掌加油却不出力,一旦遇到挫折,他是躲得最远的一个 真的暖男不仅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起伏,更能站在独特的视角,厚得住女人的情绪,最终达到保护女人的目的 真的暖男具有较强的社会及家庭责任感,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,为家庭永挑重担 对自己的爱人高品质的生活,对子女能做到父亲是大叔,给孩子永远的支持和陪伴 关于暖男和中央空调,那些为了普遍撒网,重年普浪,胖妞的暖男,大多与女人们之间的界限不清不楚 他们是很多女人的男闺蜜,因此只暖一人的是真暖男,暖了一群人的是中央空调 通常中央空调有很多女性朋友,却没有固定的唯一的女朋友 他们总认为自己很有女人缘,很受欢迎,事实证明并不是如此 他们只是习惯了对身边每个女人都暖,都暧昧 真正的暖男只暖自己唯一的爱人,而中央空调容易与自己的爱人产生矛盾 毕竟爱都是自私的,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自己的男人把爱分给很多女人 即使是以前的皇帝,后宫更是处处为了争宠,明争暗斗,闹得鸡飞口跳 暖男是真品,它会带给你安全感,体贴与关怀 女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中央空调,但是你要相信你若胜开,蝴蝶自来 提升自己,让自己更有魅力,更有吸引力 遭到内外兼修,才是真正的暖男的不二法宝 张呐 张呐